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尤其要欢迎几位新朋友 吴怀尧 作家榜董事长 韩晓波 国为科技 首席执行官王亚如 陆世爱美 中国区总经理 新朋友当中呢 我们要尤其特别介绍的是来自陆世爱美的中国区总经理王亚如 因为在多年前 他是我们非你莫属舞台走出的一位求职成功者 大家好 我叫王亚如 今年24岁 今年刚刚毕业 我毕业于泰山医学院 我的专业是预防医学 我来到非你莫属上找了一份与时尚将官的工作 包括助理或者市场策划活动推广都可以 谢谢大家 如今她再次华丽转身 以面试官企业负责人的身份 再次回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问问亚如 此时此刻心情有什么不一样 说实话 我再次来到这个舞台 其实心情跟2014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是一样的激动跟感慨 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刚刚毕业的毕业生 我来这里去求职 去找一份工作 那个时候我的期望是我更好 更远大的未来 在这里起步 今天在这里是一样的激动跟感慨 是因为我的企业 我们的品牌 在这里一样从这里起步 在这里走向更远大的未来 所以心情是一样的 然后过去的那一段时光 也是被我珍藏在心里 变得更加的闪亮 激励我一路前行 所以非常高兴再一次回到非你莫属 谢谢大家 我们以热力的掌声 欢迎亚如回家 也希望今后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能有更多像亚如一样优秀的求职者 华丽转身 再次回到我们的舞台上 今天我们也同样欢迎第二现场的 两位企业家和一位人力资源专家 江一 渔屋创始人 黑锦 中启市华阳 人力资源 副总裁